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订阅我们的平台 点赞和留言我们的节目 如果想第一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听《枯翻通式》 我是节目主持人李偉才 上一集我们就说到在二十世纪初 美国天文学家夏普利 有时候叫沙普利 因为英文是Shapley 他深入研究了球状星团 Global Clusters 在太空中的分布 从而找出银河系的中心 位置在哪里 就是人马座 那个方向 靠近天蠍座 但是 除此之外 他还达到一个结论 可以说 原来我们的太阳 或者整个太阳系 不是处于银河系的中央位置 反而是近边缘 比近中心 实际来说 后来这个 比较准确的量度 太阳系来银河的中心 大概是三万光年左右 来银河的边缘 是两万光年左右 所以近边缘多些 好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如果加上 就是三加二 即是五万光年 这个就是银河系的半径 上次也说过 其实银河是一个 好像圆盘状的结构 中间厚四周却薄 好像一个紮铁铁铁铁铁铁铁 半径是五万光年 直径是十万光年 十万光年是什么概念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假设在银河系的边缘 有一个高等智慧的 高科技文明 发展出来 他想知道 究竟宇宙有没有其他 高等智慧生物 于是发出一些无线联播 假设其中一个讯号 直接向银河系的中心 当然实际上不是很实际 因为银河中心可能会 有很多东西 但假设 这个讯号能够穿越银河中心 就是去到银河系的另一端 假设刚好 银河系的另一端 又是由高等智慧的族类 发展起来 他就收到这个讯号 即是那个讯号去到 他已经在不断地监察 收到 收到之后 很开心了 原来宇宙内 真的有其他的心灵 可以沟通的 即刻毫不迟疑 去回应 回应又将讯号 然后就向银河系的另一端 来发射 好了 你想想 最先发射这个讯号的 高等智慧族类 他发射讯号之后 他要等多久 他才收到回应呢 其实光年 是距离单位 记住 不是时间单位 但其实他和时间 是直接挂钩的 就是 光一连走的距离 就是光年 如果光线 或者信号 无线连信号 什么都好 激光 什么都好 他要跨越这个银河系的 十万光年 即是他的时间 就要十万年 即是说 对方一收到 即刻回应 他的回程 即是回复 要走的时间 又是十万年 即是说 他们要等二十万年 才收到这个回复 对方的回复 对方立即回复 但这个 你说 会不会是科技不够发达 我们用别的通讯方法 对不住 因为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告诉我们 其实光速已经在宇宙里面 是最高最高的速度 没有光速 所以 这个二十万年的等待 已经 不能离开了 所以你说这个银河 是多么浩瀚呢 好了 这个就是大小 至于银河里面 究竟有多少 像太阳那样的行星 即永恒 科学家 他的研究 当然 有些是因为 在银河系中心 被很多离万状的气体 尘埃 遮挡了 不能够数得那么清楚 有些是在后面 但 他们这样推断 说 至少 可能是有二三千亿粒 的行星 甚至更多 甚至更多 一般我们当 现在来说 三千亿 其实很夸张 三千亿 是三乘十 的十一次方 那么 那么多颗行星 但是 当然 今时今日 特别是自从 二零零八 金融海啸之后 大家个个都 例如 美国的量化宽松 中国也有 不要说千亿 随时都会说 万亿 就是几多万亿的美元 来救市 那些人会觉得 千亿也没有什么 没什么 解释不是 其实这些数字 是惊人的 我们说天文数字 就是这样的 那么 我们用一个 譬善 大家有个概念 不要说三千亿 就是一千亿 假设 这个银行星 有一个很厉害的 不眠不休的机械人 小路宝 我当这些行星 就好像是 復活节的彩蛋 那样 他去执这些彩蛋 就是一秒钟 是执一只 是没停的 不用睡觉 不用休息 不用吃东西 那么 就一直执 那么 我们很容易计算过 就是说 一秒钟 就执一只 一千亿只 就要一千亿秒 那一千亿秒 是多少呢 原来 假设是五千年前 就是埃及 尼罗河河半的金字塔 最先兴建的时候 五千年前 开始执这个小路宝 一秒执一只 一只就是一颗恒星 执到今时今日 都 远远未执到 一千亿只的 伏没蛋 那么 这一千亿是多大 现在我们在说 可能是三千亿颗恒星 或者四千亿 是吧 好了 但是回到人类 在宇宙里的地位 有一段多长的时间 科学家 就以为 就是 银河系 就是整个宇宙了 就是 银河系以外 其实就没有东西了 就是完全 亡亡无际的 一个虚空来的 这样 但是 动摇这个观念 的天文学研究 今次就不是来自 对星团的观察 而是对星云 星团就叫做 Stella Cluster 简称Cluster 星云 其实就是 Nebula Nebula 应该来自 阿拉伯语 即是一颗环 就是 N-E-B-U-L-A 它的双数 加个E字 在尾 Nebulae 这些星云 亦都是我们 天文法小友 最喜欢观察的 深空天体 我们叫 Deep Sky Objects 是什么呢 其实它是离弯在太空里面的气体和尘埃 一般的分类 分为亮星云 就是 Bright Nebula 和暗星云 Dark Nebula 但是 所谓Dark Nebula 就是它 是没有反射到周围有些星的光 而且是阻挡了后面的星光 令到我们突然看到好像 黑了 甚至有时候 你看这些照片也很有趣 暗星云 以为是一个孔 就是太空那里没有星的 其实是离弯气体 尘埃遮住后面的星 亮星云 有另外分两大类 一个就是 反射式的亮星云 因为它是反射附近的 很亮亮的星的星光 那些尘埃 那些气体 我们看到的就是 七彩斑斓 是一个 Bright Nebulae 另外一种 Emission Nebulae 就是发射式的 亮星云 就是它本身 可能都是 温度有那么高 以及周遭有些 辐射的激发 它本身都会发射一些 辐射出来 就是指外线 甚至可见光 这些就是 发射式Emission 但是 这个就是 光还是暗分类 另一个就是 从它们的形状 形状大致上 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就是 不规则狀 就是离慢 没有一个特定的形状 另一个就是 横狀很有趣 或者是 圆盘形 这个将来有机会 再跟大家分析 这个 就是 它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 行星撞星云 Planetary 就是五行行 就是行路行 这样 其实应该就是 一些新星 Nova 就是那些星变了 新星 是一个爆炸之后的危害 但是现在我们最有兴趣的是 第三类 第三类就是 螺旋形的星云 就叫 Spiral Nebula 在网友镜上来 你看到 是一个船窝状 好像 我们现在看的 台风照片 不过 你现在在很遥远的 太空深存 这样 这个 最出名的 一个 船窝状 或者螺旋状 的星云 就是在仙女座 叫做 M31大星云 叫做Andromeda Great Andromeda Nebula 但是 其实也在19世纪 末20世纪初 很多天文学家 因为那些望远镜 越来越大 做得了 这些巨型的天文望远镜 陆续落成之后 他们就发现 原来这些螺旋状的星云 其实跟之前那些 黎曼的戏 陈埃 形态是不同的 原来你真的将它 提高解像度 原来它是由很多星所组成 有点像 我们的银河系 最先未有望远镜 望上的天 就好像白白茫茫一片 是吧 但原来透过望远镜 是由无数的星点 所组成一样 原来螺旋状的星云 也是一样 所以 有人提出 就是说 哇 这些螺旋状的星云 应该是一些 很庞大的 行星系统 甚至 它可能 不是在我们银河系之内 不是我们银河的一部分 是出了银河系以外的 一些庞大的行星系统 但是这个观点 当然 不是所有天文学家都接受 所以 在102年之前 就是1920年的4月26日 天文学界出现了一个 非常有名的大辩论 The Great Debate 由当时的夏普来 或者叫做沙普来 就是刚才说过 就是他透过球状星团 来断定银河的中心 和另一个有名的天文学家 叫做球提斯 Herber Curtis 在宇宙的赤道 这个问题 进行了一个大辩论 辩论内的基本问题 当然就是 当时所谓螺旋状的星云 究竟在银河系里面的 一个天体 或者在银河系外的巨大 而独立的一些行星系统呢 这样 当时 就是 各个都摆出他自己的理据 很难说是哪一个 胜出的辩论 但是当然引起广泛的兴趣 但是之后 随着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 关注这个问题 亦都更多深入研究 更多的证据 这个 扣提斯 可以说是赢的 扣提斯的观点被证实 才是对的 而夏宝来 是错的 到今时今日 其实我们已经 找到很多很多 银河系以外的星系 叫做河外星系 以前叫做 Extragalactic Nebula 但这些 其实是Galaxy 说一说Galaxy这个字 当然 我印象到很深刻 就是说 我以前一路发烧天文 一早就认识Galaxy这个字 但其实在普罗大众里面 Galaxy这个字 是属于很冷门的 天文学的专有名词 当然 直至什么时候 当然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 这个韩国的三星 这个电子公司 就是出了 他一个手机 的型号 他就改叫做Galaxy 我相信现在可能 听着这个节目 看着这个节目 很多的朋友 都会用Galaxy 都不顶 这个 但当时 这个观念很有趣 它就叫做 Island Universes 叫做 导宇宙 为什么叫导宇宙 就是 之前我说过 就是 天文学家 以为银河系 就是整个宇宙 就是一切 就是没有其他的天体 但是 如果现在我们发觉 原来有很多很多的银河系 就是 很多我们叫星系 统称 就是星系Galaxy 这样 就是 很多很多的宇宙 当然这个其实 是不正确的 但没办法 因为有时候 我们最先的认识 是一步一步的 正如我们地球 就是一个世界 就是以为 这个世界就是地球 地球以外 没有其他世界 但是 后来我们发现 最先我们说 人类地位 第一次调整 哦 原来这个 金星 火星 木星 是另外一些星球 甚至是大的地球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世界 Other worlds 就是这样的 所以 其实在1895年 如果没记错 大概 著名的英国科幻小说作家 H.G. Wells 威尔斯所写的那本 The War of the Worlds 你可能没听过 有这本小说 但你当然听过 火星人侵入地球 这个题材 其实就是在那本小说里 第一次提出的 这个威尔斯 它用英文名 就是The War of the Worlds 这个World 正正就是地球是一个world 火星人一个world 那两个world 打仗 就叫做Wall of the Worlds 但是呢 当时来到中国 他们 我不知道是哪个译 就是译做中文 那他就 译了做宇宙战争 这本小说 其实我很反对这个译法 因为这个world 其实不是解释 宇宙 而是 还有是双数的 world 地球一个world 火星一个world 当然你直译就不是很好的 也是世界战争 也是没什么分别 当然 有些人就说 就叫做大战火星人 有一个译法 这样就够了通俗 但是都是不流行 始终都是用这个 宇宙战争 所以当时就用world 所以同样 现在island universe 也是 因为以前 最先以为 这个银罗就是整个univers 现在发觉 原来有很多个univers 就好像在一个 太平洋 很多个岛序 很多个孤岛 所以就叫做island universe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 现在的结论 就是说 原来我们的银网系 只不过在宇宙里面 无数的银网系 其中的一个 所谓无数 科学家的解释 不能就这样说无数 那么统统 尝试去数 究竟多少 现在来说 有些是要靠一些推断 因为说真的 你的银网系 都会阻挡我 阻挡你 所以他就说 现在我们在说的 是真的 又是几千亿 这么巧 就等于银网系 里面的行星的数目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宇宙里面 可能是有几千亿的星系 的galaxies 有些的估计 甚至说是过万亿的 所以你说 我们的银网系 是多么 微不足道 多么妙少 所以这个 可以说是 人类在宇宙里面的地位 第三次重大调整 第一次就是日深雪 即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央 第二次就是 太阳原来不是银网系的中央 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就是 银网系绝对不是整个宇宙 也不是处于中央 而是 无数这么多的星系 其中一个 好了 看一看 刚才提过的 最近的例子 就是仙女座大星云 现在我们要改名 改口 就叫仙女座大星系 这个大星系 随着天文学家路的研究 开始以为它是小的 银网系 但是不是 随着距离 我们探测得越来越准确 发现距离我们 是250万的光年 银网系是十万光年直径 他是250万光年 来我们 他的大小体积 比我们的银网系 还要大百分之五十 所以 他是大哥 我们是弟弟 当然 对于一些其他的星系 我们是大哥 最著名的 就是大小默哲伦云 我们现在都继续用云字 但其实是不对 大家知道 他不是Nebula 但是英文 他仍然叫做 Large Magellanic Cloud 和 Small Magellanic Cloud 那是谁发现的呢 不用考虑大家 叫做默哲伦 所以默哲伦 就是他去到最南端 繞过南美洲的合恩国 那时候 他看到南面的星空 看得多很多 北半球是完全看不到的 就让他看到 有这两个星云 在天上 其实也挺明显的 其他的星云 是大很多的 其他星云 差不多要望远镜 这个肉眼都看到的 但是就要很难 还有天空很黑才看到 这些大小默哲伦文 科学家现在推断 就是说 是我们银河系的 叫做卫星星系 因为他比我们小很多 形状元 都是不规则的 所以他叫做 Satellite Galaxies 所以这个永远 都是比较不足 比下有余 对于大小默哲伦文 我们就是大哥 但对于仙女座M31 我们就要形势 我们的银河系 和M31 和大小默哲伦文 还有其他 较小的星系 就组成一个 叫做本地群 即是 Local Group Galaxies 就是本地群的星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